好 接著這條說回這個就是System Reliability第17條 題目給了一堆Time和Number of Failure 即Respective的東西 第一節我們要找一個PDF FT在每一點的時候會是怎樣 FT其實是什麼呢 是一個Failure Density over Time的 我們可以用這些資料來找一個Estimate 那怎樣做呢 首先我們把這個表畫畫出來 我們分開幾樣東西 重新測試Data 即38-38-38 其實它的Social Reliability 就是各自的ΔN OK 那Overall n就是N 等於1575 OK 而我們看回這個公式就是什麼 Failure Density over T1 即兩個Cordonn就是 ΔN除N除ΔT OK 這個就是整個公式 那要怎樣使用呢 OK 那要留意一件事就是 要留意一件事就是 要留意一件事就是 那F4 那F4 就是38-1575-4 那現在呢 這個題目的特別是 它的Delt T也要寫 就是一個Time Interval 那所以呢 Delt T其實也有Constant 就是4 那這樣子 OK 而此類推 那都找回出來 而這個單位呢 就是 1乘10-3 H-1 那所以呢 其實這裡呢 我寫多了 所以這裡呢 就不需要寫這個 10-3 OK 那所以 大致上是這樣 那個難度 或者要 首先第一條 要熟悉的東西 就是要熟悉的 OK 去到第二部分的題目呢 它就問你那個 reliability function RT 是什麼 那RT怎麼找呢 我們看看公式 就是 OK RT就是 等於N1除N 大N 那其實那個難度 或者那個重點在哪裡呢 就是要找N1 那究竟N1是什麼來的呢 那我就Dewide一次給你看 OK 那我重新 抄寫一次那個Data 然後NumberValue 那N1是什麼呢 那N1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 tricky 就是 原先它大N是1575 然後它N1 就是頭四個小時 它的N也是1575 但是呢 它因為有38個在這裡 所以在第八個小時的時候 它的基數 特別是1537 OK 那如果我們可以 減回之前那個 就是之後那個N1 OK 然後我們可以寫一條list 可以寫各自那個N1出來 然後剛才我們寫 我們看一條公式就是 rt就是等於什麼 N1除大N OK 那所以呢 各自除回去 就是總之 第一個Data一定是1 這個是一個given 這個是一個定律 然後各自計算 OK 那就可以找回各自的N 各自的rt 好題目第三部分 就問 這一條的Hazard Function 那Hazard Function 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HT 那HT 根據公式是怎樣找的呢 我們先看看Nox HT呢 就是Nox 其實可以寫的 其實可以寫的 就是FD出RT 所以其實這條題目 它是循序漸進的 先叫我們找FT 再找RT 找完RT 之後再找HT 好了 那就看看這個做法 那我再重新猜測 然後再畫一個漂亮的表 即是400到36 然後寫各自的FT FT的單位就是 1乘10的-3次方 H-1 OK 在這個題目裡 H-1 那RT就是這樣 然後各自寫出來 然後之後 我們逐個除 就是HT 就是FT 就是RT OK H4也有多 H8也有多 就是逐個找回 然後就寫完了 然後最後一句 就是HT的單位 跟FT一樣 因為RT是沒有單位的 而FT的單位就是 1乘10的-3次方 在這個題目裡 所以 因此我們可以找RT 然後這個題目就做完了 謝謝